韩六报道 天气冷稍稍 民众泡在温泉池里 去寒又暖身 尽管平日期间 但还是看得到不少游客到台东泡汤 尤其疫情趋缓后 民众出游意愿大增 面对紧接而来的228廉价 台东原乡旅宿订房率 目前都已趋近九成 252627都忙了 剩下28还有几间这样 电话不断地打来订房 台东观光多以户外景点 与天然温泉闻名 如多梁火车站 波浪大道 或是金轮及资本温泉 还有长达100公里的东海岸 无敌海景 主打环境辽阔 空气流通 也成了后疫情时代旅游首选 则是也有业者提到 随着国境解封 多少影响国旅市场 因此也祭出优惠措施 228连续四天假期 台东整体订房状况 相较去年明显成长许多 尽管国境解封民众多了出国旅游选项 但业者认为目前影响不大 也会逐渐转移目标 锁定国际观光客 民众新闻 主持人台东穴 台东泰玛丽 采访报道